designed by 問題 詞 Boys & 黃蘇 大家是 altro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喂!喂! Thunderbolt full 今天是2023年5月5日 韓國瑜 這個很明顯是共黨代理人 都是一些籠略鄉親 土魯 阿土伯 知不知道誰是阿土伯 就是你玩大富翁的時候 台灣也是其中一拐來的 你要買起人家整條街的嘛 然後去酒店 那寶島裡面你就會有這個機車 那就去遊行 真的的 在那插子旗仔的一間店 那除了裡面阿土伯這個角色 還好像有前夫人 跟著那些不要記得了 很久之前玩了 今天就講幾樣東西 包括台灣 以及台灣人 以及最近好像在那裡有些爭拗 到底這個蕭若元先生 老蕭啦是不是 又能不能入到這個台籍呢 還有就是台灣方面 其實他自己本身 那如果你為台說汗的時候呢 不是為流說汗啦 就去遊說啊 項羽 為台灣去 說話的話的話就說什麼 反滲透啊 反間啊 就是他自己本身都有這樣說啦 而且你選擇的時候 雖然民進黨政府都不是太好的啦 都是有些台灣人雜性 但是你到最後你都是要民進黨的啦 難道國民黨是不是 漂投國民黨 台灣變香港的嘛 是名詞道理的 但是要他剛起這個反共的角色 他好像不是唷 他純粹是一個叫做小家碧肉 當人家 Happy 百勒 又老又窮 那些走過去無手無腳 現在雜手雜腳啦 的時候啊 他就憤起反抗那樣的意思 否則平時都是 寶島上面的居民 沒什麼不要辣到他啊 anyway 那找台灣地圖的時候呢 都挺有趣 啊 找到這幅這樣的地圖 又老又窮園啦 不老不窮園啦 就是只有藍色的地方是不老不窮的嘛 事實就不是的啦 所以有些人就說九合一的時候呢 找些國民黨上去啊 他們覺得國民黨的市政 經濟上面來講就好一點 有人敢說啦 但是經濟很大權的嘛 那些錢從哪裡來 洗了在哪裡 國民黨的經濟當然好啦 因為會放開手跟內地做生意啊 拿人的手短 吃人的嘴軟 所以很多時候 尤其今時今日啦 那些大的國家呢 尤其獨裁者 他們籠略自己手下 啊 又或者籠略其他那些 國家裡面 他們想要的黨羽啦 我們叫做 又或者是川島方子 都會一群一群黃金給他的啦 秦朝時候都是這樣 在趙國那裡買了很多的 穿到方子回來 結果整個趙國滅了的時候呢 秦朝第一時間就是對付這些人的 你說這些人心房比較上細 就好像蜀閣時皇后那樣 劉蟬那個太監 不斷這樣通消息 拉住這個姜維 到最後魏閣統治了蜀閣的時候 都是第一個剪掉他 大家覺得是為什麼 有人就說是因為 他都會穿到方子回來魏閣的嘛 錯啦 是因為當日給了很多黃金他 第一 積了很多的怨氣 幹嘛要給你呢 對不對 第二樣東西 拿回黃金嘛 這麼簡單 假途滅規的故事 重新演過那樣的意思 不過今時今日就不是地理上 而是裝了一個人下去 好了 今回先講台灣方面 其實就是了 台灣是房很多 這些裝了很多人下去的那些 近年 都有很多人 除了英國之外 第二可以說數台灣 因為天氣差不多啦 而且入台 那些人覺得成本又不是說很貴 這個才大問題 而且中文他看得明白嘛 幾十樣東西 再加上啊 有些人始終都覺得中國文化不錯的那樣 那種教育啊 華人的傳統啊 所以 都是挑選台灣 尤其是老年人就看中他的社保 健保 社保有沒有啊 但是健保一定有的嘛 入台很快就有健保卡啦 都好過在香港鄰街整 再加上台灣又示範了 給了很多人看 於是乎 這幾年啦 有些人 聽了聽了很多 又喜歡 絕對的清零 台灣都是好絕對的 一定要戴口罩啊 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密 他就是因為防得好足 防大陸佬那一疊 啊 所以呢 那個成績比香港更加好 這樣解 啊 香港人要自傲啊 最初的時候 是靠守住那個關口 如果不是以香港那麼人口老化呢 隨時 是比別人的那一疊 現在就只不過 去數了啦 說有五波啦 現在都不管的啦 Anyway 那目前雖然很多的香港人呢 就走了過去移居台灣 我打算 但是永久居留獲批的呢 就只有千多人 所以很多的人就馬聲一騙了 那今回呢 他在收緊 其實他最初這樣就好了 就話說你要大概住滿四年呢 才可以申請永久居留啦 我想他是需要很多的覆核個案啦 就好像之前啊 哇 移民當吃生菜啊 那又不是 很多人 他們去完台灣 搞不定的時候呢 搞不定不是因為他們自己啊 絕對不關他們的事 是因為台灣政府方面呢 就在這裡落閘 那結果突然落閘 有些人就慌張了 於是乎就二次移民走過來英國 我都看過幾單訪問 那但是他們住得很開心啊 於是乎在英國 而且又更大的決心住下去 那另外 移圓台灣移不到 啊 走了過來英國 看了三個月又回回去的 還是往式好啊 那就不知道啦 走馬漢花啦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 這個絕對 那而且有些人又說啦 他這些這樣搞法呢 搞到那些人是 卻步的 尤其BNO申請各樣那些 那我就覺得 這麼容易卻步的 那不走也罷就啊 他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離開 是不是呢 沒有人幫到他 所以又說多一筆廢話啦 要留的留 要走的走 就這麼簡單 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走的 不要走 好啦 那又說回台灣的那個新政 又話說他自己說啦 政府內部擔心中共直擊滲透 打算利用外國人定居台灣的規例呢 到最後啦 由於害怕的關係 他們就需要其他人住滿四年 才可以申請永居 都很寬鬆啦 英國要住滿五年喔 五加一 是不是 那台灣是覺得自己的情報機關呢 比起英國有個知言無不及 人家都要五年才查清楚 是啊 你猜那幫人走過來英國 簡單說收錢做不做事而已嘛 有些必然是可能做事的 發作啊我們叫 你說豬頭炸不派那些人 走過去台灣走過去英國影響政局 就打屎都不信啦 所以如果你走過來英國的時候啊 都不注意一下 共產黨的滲透 提個心 自己義務做一下那些情報工作 幫手抽出這些間諜 這樣的時候 沒錯啊 過多十幾二十年 可能英國都被中共統治的 Anyway 我到最後才講他 桌下的幾個原因啦 他又覺得這種是漏洞的修補啊 那住滿四年又不知投資要求要怎樣啦 隨時滴扯喔 那還有之前都有講過啦 就禁止香港的 都不是香港的 他說自己一視同仁 各個國家都是 不准在台灣本土裡面呢 就發表太多的政論啦 喂 反共的政論得了吧 就是他應該這樣去定義才是這樣的 他不是他模糊化的 所有東西都模糊化 甚至乎這個入台的條例都模糊化 搬下又一時搬下又一時 人家對他反感是有原因的喔 變成台灣本身是個謀人子啦 這三個字就送給他的 沒錯的 那我就提供個方案給他啦 其實搞這麼多東西做什麼啦 你走到過去那堆 你就不要給他有政治的權利 就是不要有給他的投票權 到他新來了 生下來的 才給他啦 十幾二十年後的事啦 是不是 那至少 初頭影響不到你政局啦 對不對 老實講台灣的配套都不好啦 就好像香港的醫護過到去而已嘛 他要人家重新讀起他那些醫護 說那些不銜接 說莫大的侮辱啊 原因很簡單 香港那些天之嬌子來的嘛 你不是 DSE就不用什麼咯 那我就什麼咯那些 人家拿著幾十條五星進去的 不好意思都這麼說啦 你台灣那些傷金的 好啦 話說 這個老蕭 目前已經定居台灣啦 但是就未取得永居啦 應該是吧 有些人分析就說 以他這麼大嘴巴的個性 如果他已經拿到一定牙刷刷 那幾點啦 第一點 大家不用和蕭先生擔心的 他這麼搭水 是不是 無用驚怕 但是有些人就說 蕭先生可以透過BNO走過來英國 他老人家未必喜歡呢 是不是 他好像之前都考察過的 就是都看過一下那些名聲古蹟 始終都是台灣就不適合他嘛 那更何況呢 拿不到永居 但是他鐵定在那裡居留的時候 那沒什麼所謂啦 是不是 他夠錢頂就行了 事實上他又真是很多錢 就不知有沒有貢獻給蔡英文政府 很多很多錢 那你沒有雙重徵稅的 你香港當生意 就交香港的稅的 就不應該是交台灣那邊的稅的 不清楚了 那所以就算 他未取得永居各樣 你有健保卡 仍然在那裡打等的話 那又沒有什麼分別 其實是不是 也不需要有那些分別啦 那你說台灣當局的懷疑合不合理呢 就是如果真是呀 那老蕭難批一些又的而且確的 我說難的 沒有說真的不批 因為他只有1000個人而已嘛 那老蕭是不是1000個人裡面其中之一呢 甚至乎那1000個人可以爬文爬武走出來呢 不過我覺得你都不會的 可能那1000個獲批的就是低調到不低調 完全覺得自己是沒有關係 台灣政府又覺得他們完全沒有關係那些 你想一下圖書館那些他都審查 做過圖書館都不行 有沒有搞錯才行的 我覺得圖書館就真的關什麼事了 現在很難說的 他要拿些圖書下架各樣那些東西的 還有公務員又有宣誓 就算是那件什麼咯 那是什麼咯 我又不DSC又什麼咯 粗一下些什麼咯 就算是那件 他都要啦 宣誓各樣啦 就肯定去不了台灣的 去到大灣的 都有個灣字 沙基灣銅鑼灣這樣 那我們都恭喜他的 如果是都打算在台灣那打等一直下去 是不是 都OK啊 物價便宜 那台灣政府就好多說的 就說中共強制執行港版國安法 對其他人都有那個控制力啊 如果要滲透台灣的時候呢 就極有機會啊 所以要加緊腳步 將這個國安漏洞補償 你一開始就已經可思到的了 這件事 好了 那又講一下老蕭 即是如果躺藥 他沒有獲批的時候 那個原因是什麼啦 也都有機會的 第一樣東西 你當生意還在香港哦 就是你交哪裏稅呢 是不是 那還有 還有香港政府又可不可以用生意以此為協 逼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呢 又或者 叫你想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不要做到100%呢 那已經叫控制力了 第二樣東西啦 各下的公子啊 又在這個香港的哦 既然如是啦 除了錢銀之外 心肝定在香港又更加緊要啦 你知道中共加拿大的議員啊 那個家人都受到要脅的時候 你說中共會不會要脅他的公子 這個是必然的 已經發生了的 一直都有發生的事情 就不在於人家點不點出的啊 你是中共你都會這樣做啦 是不是 有隻棋你不用呢 會用盡了每一粒棋的嘛 他最多設一些guidline給你這樣解的而已 但是共產playbook就是 他一定是會滲沙紙滑腸腳 千古以來都是這樣做的 除非他覺得你沒有利用價值啊 所以躺藥沒有這樣做的時候 變了我是貶選其他人啦 貶選他們沒有利用價值哦 就是這樣啦 第三樣東西啦 又的而且是我剛才說的那樣 台灣政府都認為 蕭生是有影響力的嘛 所以都會有少少嫂妓的 講回前撤啦 很多人聽到第三句 不記得第一句的 前撤就是 台灣政府還沒批他定居啊 永久的 那如果批了的話 剛才那些不成立啦 這個是台灣情報機關的事 不關我們事 Anyway 去大圍啦 金梅啊 就講為什麼台灣政府呢 是會 忌忌和 將他變成 4年 那剛才都講了啦 你5加1哦 英國都要 你初頭 給人大概2年左右 一年定居一年入籍 你不是玩呢 好兒戲咯 輕挑咯 好在咯 好在當初我沒有選他 那時候都有想過的 拜登救我一命啊 Sorry 他一當選 我又飛去英國決定了 缺制 所以某程度上是要多謝阿燈燈燈燈燈 聰明來的 他令我完全失去對美國的信心 講笑而已 現在啊 目前都好像幾好啊 都不叫 軟得完 我打算 就是out of my expectation 他一當選 首先按個掣 送了台灣先 似乎我想太過直 那些東西 沒有那麼直接的 不好意思啊 我想東西是很直的 第一時間想終點都有的 這東西逐步來的嘛 這麼快講結局哪好玩 又話說這頭無聊 那走去跟人抓象棋啦 跟AI 跟著竟然 今時今日的我可以抓贏AI Anyway 台灣政府是不是稍有不慎呢 就絕對不是的 最初給我這麼寬鬆的條件 是故意的 而那幫人我覺得 很早前已經 度定要收緊 只不過呢 就不講穿的 表面上仍然是圍內 假裝做一下 這個我在Yes Minister那裡見過啊 啊 Prime Minister 市的首相啊 即是外交部很喜歡做的東西來的 首先第一時間他就會說了 沒有東西發生啦 而第二時間 即是外交部的幾條Rule 第一時間就說沒有東西發生 第二時間就說可能是有些東西發生 但是沒有確鑿的證據 第三點就是已經有確鑿的證據啦 但是暫時沒有必要採取行動 第四點就是呢 啊 有必要採取行動啦 不過已經太遲 外交部四部曲啦 同樣地台灣人都可能這樣處理的 整個台灣都是外交部 行遍天下 拿個牌頭出來 你都貨不對版的 19年就說 多麼支持香港人啊 各樣那堆 哇 講盡好啊 是不是啊 拿個牌頭出來 講告商啊 然後進去 哇 舔了一隻屎啊 真是 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慣忌 有人就說是因為 中國人都是這樣做事 不如這樣說啦 聰明人是這樣做事啦 如果他不達過一國兩制出來 你會上黨 是不是啊 所以共產黨是聰明人 你不會 不覺得共產黨是聰明人的 那你傻豬豬啊 但是他聰明在於他做壞事那方面 好事呢 他不是不聰明哦 只不過呢 他又追求短期的利益 視乎他追求得幾快的 好了 那這裡不要講共產黨那一疊 我們講回台灣人那疊 一開始就已經想著收緊的了 只不過他覺得可以幾年後才做 又隨著九合一選舉啦 於是乎啊 那那幫人仔 怎麼都是會賴的 是不是 賴東賴西賴地下 於是乎跌落地下 拿回紮沙 賴什麼 賴你呢 為什麼我們輸啊 我們已經這麼撐香港各樣的了 你可不可以反過來想 你撐得不夠啊 所以你輸是抵的 可以嗎 抵屎 但是這個台灣人的選擇啦 不是說我們沒有權去 講這件事各樣哦 因為台灣對世界的局勢 都很有關係的嘛 而是都廢了 視理他呀 那些人這樣做事都行的 那我自己選選英國 不選台灣很簡單的 就是我沒有理由去一個 就是我本身就是想著 躲避風險 我沒有理由去一個 有風險的地方的嘛 所以我是選擇了一個 難一點的 就不是一個容易一點的地方 同時間 他要你有很多的 commitment先 就是要你給一大筆錢出來 有錢那些不介意啦 所以第一個台下的原因就是 他本身都打算做廣告商的 但是那個牌頭打不響的時候 還要輸了九合一 就找你來賴啦 甚至乎禁止發表政見 我不知道那些人發表了什麼政見 不能說台灣的不好 那但是我覺得已經去到 台灣當地的時候 那又無需要啊 一個地方必然有好和不好的地方 你說好像生活分享呀 講一下日常呀 那就算咯 如果你說台灣政府那些政策的話呢 你身在台灣就 免得過就免了 他都不是好像外國所講那麼開放的 我個人會認為台灣是個民主選舉的地方 那其實日本都是民主選舉的地方來的 但是你說那些人都不開放呢 又未必的 日本如是的 可能是地區的雜性啦 anyway 那第二個原因 你也都看到啦 他由始到終 都是不敢走到最盡的一步 最盡的一步就是全面抗衡啊 原因就是因為他怕給一個藉口這個內地 就是你在那裡收容我們那些逃犯啊 那樣 又或者是共產黨的敵人 應該這樣說 那於是台灣政府方面呢 有空就踢一下個球給美國 有空就踢一下個球給五街一那邊的咯 所以你就算想去台灣的時候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人家本身就是想著避禍啊 我說台灣政府啊 你是不是禍水東引啊 就是戰國時期這個韓國送上黨軍啊 那至少不是上黨那麼有錢先啦 anyway 總之他就是都頸著 不想去到最後那格得罪共產黨 即使民進黨亦如是啊 犯不著 他們自己在那裡打算盤 計數 一講到這些的時候 就真是敏的了 然後第三點 就確切咯 就是他講的原因你聽了 所以三樣東西呢 他只是講最後那樣 什麼共產黨派很多人來滲透啊 台灣危如雷倫啊 你都見到啊 在報紙上面 越來局勢越升溫啊 我們需要去為自己籌算啊 好了 講完那麼多東西的時候呢 那這樣講啦 其實當日啊 你本身不要要錢 那幾衰啊 要那麼多錢做什麼呢 但是要錢都算了 要錢的時候 你給個承諾是不會變的 那你說英國為什麼不給承諾啊 那別人英國自古以來有個傳統的嘛 那些東西是恩秦 就不會改的嘛 所以 唉 無用擔心啊 如果你申請英國方便 變成宣傳都有的 你申請英國的話呢 他是不會突然之間落閘啊 各樣那些 沒有這些東西的 英國人不是這些來的 他最多之後搞的 他覺得已經是容納了一群人的時候 你可以說他情報上面做得足啦 大概猜到是幾多人 那跟著計算了數 英國人計算了幾厲害啊 真的 所以他就有詞無孔的 再加上這麼大的國家可能 那台灣是小過英國少少的 小很多 還有很多地方不用得啊 那你說他收緊是不是好事呢 好事來的 反而令到很多人 那你一是呢 就真的有決心在那裡 賣屎不走的了 與其共存亡 那有多些這些傲子都好的 對台灣來講 是不是 第二樣東西就是 早日了斷了其他人的心啊 你這傲人說穿就沒面子啦 說回你當日點點點各樣 你第一時間就應該這樣做了嘛 所以他就只不過是 又不可以說亡羊保勞 我覺得他頭一天已經知道自己會這樣做 是狡猾一點 狡猾都好的 就是他不狡猾都不能跟共產黨周旋這麼久啊 那有人就說到國民黨是跟共產黨的孖山兄弟啊 所以台灣點點點 那你就不要這麼說 民進黨又如是 是不是這麼說 都是計數的而已 那但是 如果都想著在那邊養老的 那只要他 就是給個承諾 不會趕走人 行不行 都不要說永不永居那些了 黑碎項上 我就不知怎麼計呢 他們 搞到人家要顛配流離 這樣東西不好啦 顛配流離四個字 你說獨在以鄉為以客那些的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這個 令人遠在外地 那都已經算是第一種的無奈 還要令人顛配流離 走完一滴再走去一滴 那台灣真是 哎呀 但是到最後都是要wrap up 就算幾衰都好 都好過共產黨的 共產黨是搶匪 他們這些呢 就比較上嘴頭畫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